今天天气真好 是啊 这么清朗的天气 就适合悠闲的散步呢 拦着常游比赛 蜘蛛 我们快去干吧 蜘蛛 你耍赖 蜘蛛 你快走 快走 灌篮了 吵死了 我怎么灌得要来 这个人灌篮又灌不了 投篮又投不进 真是太不会打球了 看 你觉得整个球场 就你会打球吗 有本事你来一个 好啊 来就来 小明 你可以吗 我学习了至少一千场比赛 肯定没问题 有本事 大棍兰 大棍兰 小苗 原来她就会说说呀 小苗 有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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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灌篮 好 我来帮你想办法 战俘式灌篮 要这么起跳 知道了 下一个是挂臂口篮 你之前说 学了一千场比赛 就是这么学的 对啊 我要赶紧多看几遍 好好学一下灌篮 小明 我觉得 现在需要看 系统的训练方法 这是公牛先生的传记 他可是传说中的金牌教练 漫画里你最爱的那位教练 就是以他为原型的呢 真的吗 我们一起去探索吧 故事时间 现在开始 之所以称他为金牌教练 是因为他的球队 蝉联八年冠军 所有人都很好奇 他用了什么神奇的训练方法 果然是金牌教练 这么多的奖杯 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了 公牛教练来了 教练 我想跟你学大灌篮 没问题 珠珠 我们一定找错书了 他是公牛教练 当然是我 看 一模一样的帅 你们俩 就是今天刚来的新队员吧 跟我来吧 教练 我们不去体育馆练习吗 不 我带你们去秘密基地 大灌篮的成功秘诀 就藏在其中 这套水上训练法 是根据我多年的篮球生涯所建 凝聚着我毕生 我们赶紧开始吧 第一关称为 弹高峰 练习的是弹跳力 要从石柱上 跳到对面人盘上 才算通过 简单 刚好的 小苗 小苗 这些水气球是干嘛用的 第二关 百发百中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用这些水气球打中靶子 圆台才能停止下降 小苗 快逃 小苗 快继续 让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 这一关不断累的是弹跳力 以及投篮精准度 扑多 我使这卡得好稳 扑多转了 现在我们去最后一关 空中飞人 你需要借助弹栓的力量跳起来 做出木板上的灌篮动作 才能安全通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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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你吧 走 小牛 谢谢你猪猪 看我的吧 看了喽 这一关需要练习的是空中肢体控制力 原来是这样 这三个关卡的设计 是为了锻炼身体各个部分肌肉力量 提升灌篮的技巧 聪明 每个人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 坚持锻炼就可以掌握灌篮的秘诀 在这个秘密训练基地 公牛教练培训出了众国篮球高手 而他的训练方法 渐渐也变成了神秘的传说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我知道了 要想学会大灌篮 我们也要建造一个秘密基地 小明 公牛教练是说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 让我想想 这里可以作为第一关 那第二关的话 猪猪 一大早带我来这里干嘛 这是我们的秘密训练基地 这是第一关 永宽高峰 我明白了 小明 这一关练习的是弹跳力 加油 我不行了 跳不动了 小明 你这才刚开始 坚持一下 蓝半王 最强后卫 还有精彩教练 他们都是我的偶像 加油 小明 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你裤子掉了 坚持锻炼 就可以掌握灌篮的秘诀 小明加油 第一关完成 但是好累啊 想不想来点 清凉又解渴的东西啊 西瓜 现在还不是吃的时候 小明你看 那是我给你定制的西瓜投篮车 我知道了 这是第二关 百刀百中 是的 你要站在这个圈内 把西瓜投进篮筐里 记得投转一点 摔坏一个就要赔一个哦 猪猪 还是你来吧 这一关锻炼的是弹跳力 以及投篮精准度 投得漂亮 看我的 刀 我要多多练习才行 叶尔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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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高 空中飞人 你需要跳起来 在空中做出一样的动作 才能成功投篮哦 叶尔管完成 记得宫牛教练教你的动作哦 叶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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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叶尔管 入二之后 叶尔管 叶小明 又来出城了 我已经学会illa 真的嘛 如果你能成功灌篮 这个球场以后就是你的了 好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好 小苗 加油 你可以的 注意弹跳 换晶转度 空中动作 大风车灌篮 小苗 小苗 你太慢了 我以后再也不能来这里打球了 其实 我们没有想过要独占这个球场 你还是可以来一起打球啊 对啊 篮球就是要人多才好玩啊 真的吗 真的 好 好 小苗 小苗 我们来比一场 好啊 比就比 猪猪 我加入你们 猪猪 你在写什么啊 今天你的故事让我有了新的灵感 所以我把它写了下来 只有掌握正确的技巧 和脚踏实地的锻炼 才能练成真正的篮球高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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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